但只狮子竟然撂倒了长颈鹿 属实是难得一见 要说长颈鹿可并不是那么容易捕获的 就它那大长腿 狮子们要是被踢上一脚也是真够瘦的 而且长颈鹿站在它们面前 狮子也还是没敢动弹分毫 这就是个子高的优势 不得不说长颈鹿还是给它们带来很大压力的 我们再看看这头长颈鹿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只见狮子找准机会 只见一个飞扑跳上了长颈鹿的一条腿 长颈鹿当时的逃跑速度就缓慢至极 但让人意外的是 没一会儿功夫 长颈鹿竟突然倒下了 刚好还把狮子砸了个正照 可能它也没想到 竟然这么容易就捕获了长颈鹿 按理说是不可能这么容易的 应该是这头长颈鹿之前就已经受了重伤 所以才被狮子们捡了个便宜 只能说这些狮子点还是很高的 简直就是猎物送上门 而且还这么大一头 都够吃好几顿了 这可真是一份超级大餐呢 这可真是一份超级大餐